2024年是马家窑文化发现100周年,也是马家窑遗址考古发掘10周年。 近日,在马家窑命名地的甘肃灵陶,八十余件考古出土的珍贵彩陶文物回家行亲。 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甘肃省定西市灵陶县马家窑村发现马家窑遗址并命名,由此当地在业内名造一事。 在此次马家窑文化考古百年出土彩陶展中,尤其珍贵的是11件安特生返还中国的文物。 还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工作站近10年考古发掘的70余件彩陶。 你看这是一个典型的撒缺纹,加上还有锯齿纹,在整个这个细形,它的腹部是非常饱满的。 安特生在他们过去做彩陶研究,它是非常严谨的。 它在彩陶的底部都有标识,一个就是它的出土地,比如说出土于我们的新殿,或者出土于半山,出土于马家窑,它在底部都有信息,相关信息。 去了解,当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将文物返还中国之后,一直收藏于南京博物院,而此次展览也是这批珍贵文物的首秀。 记者跟随当年参与过考古发掘的人员重返遗址核心区现场,当年的土山坡已修建为遗址公园,在核心区的山崖断层上,可以清晰看到几千年来的地质纹路。 这个应该是2017年我们发掘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主要就是我们根据目前的发现,在四五米以下,它是我们史前的马家窑的鲜明的一个生活区域,所以这个区域就是对于我们研究马家窑区的人的一个生活和则居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马家窑医址的文化层的一个堆积情况,你看首先就是它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尤其是你看大的,底下的特别黑,然后上面它是偏黄的,你看这些都是桃片,跟你们,这些箱子强,它这就是文化层里面的包含物,它就是两个线夹在中间的这一个高度,它应该是一块形成的。 你看我们大概就是五米,五米大概就是一米,大概一千年的堆积,你是这样理解。 所以历史的厚重可以通过这个文化层去感受一下。 马家窑遗址是迄今为止,甘肃发现最多,分布最广,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